我們現在看到它 它是坐在所謂的一個 我們講的一個小巷弄裡面 看似不起眼 如果我們不透過它門牌上面 講的一號糧倉 其實我們完全不知道 它到底是在做什麼使用 1940年代 就是在二戰之前 因為日本要發動戰爭 它供應軍隊裡面的糧食 希望由台灣的稻米 負責主要的主食 所以在台灣各地 他們就蓋了很多的 政府蓋的糧倉 那台北這一座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知道 台北並不是盛產稻米的地方 在台北沒有很多洞 那這是其中最先蓋的一棟 所以當時把它取名一號糧倉 在我們接觸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所思考的就是 我們如何回覆它糧倉應該有的場所跟地位 在我們所思考的 在我們所思考的 就是我們所思考的 而且我們是在我們所思考的 所以我們所思考的 這個案子 對我們所思考的 在我身邊的邏輯 可能他就是有點距離感 我們是希望我們今天 在重新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能不能帶來一些更不一樣的內容 讓他表現是很活潑的 然後是很多元的 那民眾進來的時候 他可以慢慢的去感受 所以我們是希望大家進來 他就是一個很快樂的原地 所以用了樂評這樣子 代表的是快樂的原地 有時候會經過這邊 從這邊通道走到威風網場 我們的附近 所以我知道這邊是一個良場 對 然後也因為這樣 所以看到這邊現在是賣這些食物的東西 然後也覺得是辦不出他的idea這樣子 我們的願景就是我們希望 能夠將這個場所建立起來 把台灣所謂的這些頂尖優秀的農產品 的這些職人 能夠把他們帶到這樣的舞台上面 讓台灣的產品也能夠發光發熱